7月5日最新一期的抖包袱大会与观众见面 看到新一期的嘉宾不少网友表示 郭老师真的是用心良苦 前几期抖包袱大会的嘉宾都是德云社的青年演员 如今有了这些诗歌加入 不但能给青年演员带来人气 还能让这些青年演员学到更多舞台经验 如今抖包袱大会也已经进入了舞台守卫战阶段 每一期都会有四组嘉宾进行演出 观众则为喜爱的节目打分 只有作品排名前两位的演员才能守卫成功 而有了陶云胜、冯兆阳、关九海三组演员的加入 也让这些青年演员有了紧迫感 这几位诗歌也被称为三组大魔王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有诗歌加入明显对这些青年演员不公平 但这毕竟是竞技类节目 如果不是诗歌们的加入也会有其他演员的加入 只有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立足舞台 而且被同门是兄弟打败也不丢人 郭老师的如此安排相信也有他的良苦用心 自从抖包袱大会播出以来 看得出来德云社的青年演员非常的努力创作作品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每一期都能给观众带来精彩的节目 但与逗笑社和手艺人两档节目相比 人气和热度方面还是差很多 如今有了这几位加入 节目的热度明显的升高 特别是节目中创新的节目 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惊喜 陶阳的登台可以说是时最让大家高兴的 作为京剧神通陶阳也是郭老师的干儿子 但在德云社中陶阳在综艺方面登台次数很少 此次登台也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惊喜 而关九海和张肖白冯兆阳和杨鹤通两位搭档 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 作为德云社的教导主任 对于这些青年演员是最熟悉的了 同台演出可以更好的提点他们 而大哥冯兆阳在德云社中 可以说基本功最为扎实 特别是最拿手的倒背报蔡明 值得大家学习 而关九海和张肖白 在德云社的搭档中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特别是半工半读关九海的人社 得到了许多观众的支持与喜爱 能够有这几位诗歌的点播 相信德云社的青年演员 在参加完节目后会有很大的提升 也希望德云社的青年演员们 多多跟诗歌们学习 也能够用优秀的作品打败诗歌们 得到更多的观众们支持与喜爱